最後要請這個次長 有請次長 市長,我剛已經做過提案說明 是,非常敬佩 一個問題再繼續請教一下次長 2010年吳清暉在當部長的時候 他曾經針對性侵害跟性騷擾的一個通報系統 他說要結合內政部、法務部 建構一個所謂的性侵害跟性騷擾的一個通報系統 讓安清班跟補習班的聘用的新進教師 可以進行相關的查詢 這個系統有沒有 比方說我是一個補習班 我要招聘一個新的老師 招聘進來我要怎麼去查核 他有沒有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實 是的,我們那個名稱 因為我也去拜訪過法務部政務次長 叫做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資訊、搜集及查詢辦法 那個系統就是根據這個辦法建立的 我說如果我是安清班或短期補習班業者 我找一請你老師,我要怎麼去查核 他先上這個系統查 都可以看出來 你這個系統是針對公立學校或各級學校的老師 還是所有補習班都可以查到 補習班也納入 他在補習班或安清班 他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實者 要上網 你要怎麼把這些紀錄 把這些資料放入你們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主管機關 他要通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要提報到教育部 教育部就把他上網 我再這樣問好了 如果在短期補習班或者是在安清班 發生性騷擾性侵害的案件 如果去通報 他要跟他的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要復集這個 主管機關的那個社教科 不是 哪一個主管機關 是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局的社教科 教育局處的社教科 所以如果在安清班或者短期補習班 發生性騷擾性騷擾的事 事實 業者有沒有強制說一定要通報 我們目前法令是有強制要求 一定要 依據哪個條例 信憑教育法是嗎 是不是 來 是不是相關的人員 我想跟委員報告了 未來我們修法的時候 是會朝向這個 所有的就按照我們的 不是任的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的辦法 現階段我們各個補習班 或者是要招聘老師的時候 我們都有要求各個補習班 他要有分成兩個階段去處理 第一個 他可以要跟警政那個警察單位去 要去查詢是不是有犯犯有性侵害已經判罪 已經判決有罪的這一個 一定要要杜絕這一些 另外一個我們就 查詢的結果他要不要報教育局或教育部 他有沒有查詢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就要求縣市政府要轉至所屬的補習班 一定要做這件事 他如果因為不查詢 然後這個人找進來老師 他有信心在信燒了這個事實者 他讓他繼續擔任這個補習班的這個老師 這個有沒有相關對補習班業者的發生 委員的 剛才的指教非常的重要 我剛才討論之後啊 對不起我剛才講的不夠那個明確請原諒 我們現在是要那個從業人員 就是我要到這個補習班案件班就業的人 要提出這個沒有這個的紀錄 他個人要提出 要提出 現在經過這一次的那個修法 各位委員的指證的指教的意見 我們在相關的一個草案裡面 就是剛才我念的那個 那個還是草案 我們就把它納進去 強制要查核 然後比如說你找進來這個人 一定要這個查核之後 把查核結果報教育主管機關的教育局設證師嗎 現在是他自發性的提出證明 所以現在沒有強制要求 現在強制要求他要提出證明 但是我們這個修正之後 那你們管理這個 教育部管理全國這個一萬 將近兩萬家是補教育業者 人力多少人 教育部啊 負責管考這個補習班業者多少人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 如果能夠融合部裡面的修正草案 會更加的周圓的一個 市長你回答我 目前現階段的人力有多少 教育部 負責補習班管考業務的 我們只有一個科 多少人 一個科 一個科 要管全國將近兩萬家的這個補教業者 那個都分散在地方政府的社教科 我去調查過各縣市 各縣市人力也是各位數 平均一個縣市大概兩三千家 都會去更多 以台北市 以台北市來說 他大概有將近三千家的補習班跟安親班 只有四名能力 整個全國的教育部 你說只有一個科在管全國的補教業者跟安親班 還要包括 人力不足啊 還要包括社區大學啊 這個 是啊 是啊 那你們能力是不是要增加 相關預算要不要增加 比方說你通報的這個系統 補習班業者 補習班業者 他如果在他的這個 學校或者安親班 他發生信心在新騷擾的時候 他有沒有強制他一定要 要 要申報 或者要提報 謝謝委員關心我們人力的問題 謝謝委員在這一次 我現在問你說 當你能力不足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人力不足你就不能把這相關的這個 管理好嘛 配套把它做好嘛 管理的這個職能也會出現問題嘛 那我現在就 我關心的是 現階段 如果在補習班 或者安親班 發生信心騷擾的案件的時候 他如何去通報 這個補習班 他有這個責任 他一定要在二十四 有很多沒有不負責任的補習班啊 有四分之一沒有立案的補習班啊 那你要怎麼去規範他一定要去 去那個呢 去申報呢 去通報呢 沒有立案地方政府是隨時在查 查核 所以你主管機關教育部 你要查核去監督 去督促地方政府交易局 能夠切實針對補習班 或者安親班 發生類似案件的時候 能夠即時通報嘛 你通報 這個我們再三要求 再三要求 再三要求他不願意配合啊 一定要明確的法律規定嘛 我們統合四島的時候就算總賬了 甚至是專案的那個 專案的那個處理 有有有 你現在是道德勸說還是法律規定內案 一定要強制要申報 或者一定要通報 行政管理法令規定 專案的一個督導 如果發生的時候他不通報 他有沒有相關的責任 有有有有責任 未來就有責任了 現階段沒有嘛 現階段 所以很多人隱匿啦 他為了包庇這個 為了能夠讓他的生意不會受到影響啊 現階段因為沒有罰則 所以就有一個大 沒有罰則是你們怠惰啊 我們現在定出來了 這個罰則還要經過修法嘛 要 對嘛 以前你們都不會重視這個問題嘛 一萬九千家 如果發生一定很多 通報絕對是少數啦 那你看他不通報為什麼 他為了怕影響他的招生嘛 因為有狼屍在裡面嘛 所以他就姑息嘛 狼屍 我們是以十分之 第一個 他沒有強制通報的這個機制 你們對他也沒有任何的處罰 他當然不通報啊 不通報 你們就沒有辦法建立他的資料庫嘛 報告 報告委員 跟您報告齁 就是姓平山法裡面通報的責任 教育部也責成地方局處 一定要讓他的所屬補習班 所管轄的補習班 都要做到這個責任 現在是這樣 性別山外適用的補習班 你們還是道德勸說 你並沒有在法律上要要求 或者有相關的處罰嘛 所以也只要不願意配合啊 這一次的修正會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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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件跟紀錄嘛 但你們通報系統沒有這筆紀錄嘛 因為他沒有強制他一定要通報嘛 所以這一次修法會更加的完善 所以修法之後這些都會 更加的好 我覺得法則齁 法則是我們定的 法則要更高啦 我們更嚴謹 所以你有通報你的這個 你的整個資料庫才會更完整嘛 去查詢才有意義嘛 剛才委員指教的那個 一兩個月內建立這個齁 我們會來努力 努力做 你們能力的配置有很大的問題 你說只有一個科 一個科大概三到四位的工作同仁 他要督導全國各縣市的教育局 去管理這個 將近兩萬家的這個補習班跟安心班 這個可能要請蔣部長回去再思考一下 補習教育跟安心班 是未來這個學生孩童求學的一個重要場所跟極致 沒有人不去補習班嘛 我剛剛說我在提案說明說 有提出很多的數據嘛 百分之八十都去安心班 都去補習班嘛 一待就四五個小時啊 報告委員我們教育部努力的方向是 家學校運動場或者圖書館 而不是家學校補習班 是嘛 所以你的能力如此的缺乏之後 怎麼樣把這個管理工作做好 我很疑惑 現階段是治標我們確實要努力 我們把法制面弄好 然後行政管理面我們來落實 這個性侵害跟性騷擾 在校園外的可能比在校園裡面更嚴重 因為你沒有相關的法則 沒有相關的機制來制衡它 來約束它 來制裁它 這一次我們修法就是把這個地方 我們過去放了很多時間 在在防護建構 在校園裡面建構一個學生的這個 校園安全網 但是學生在非校園外的 校園外的學習 這個時間 這個機會越來越多 時間越來越長 這個安全網 卻是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建制 甚至有很多很大的漏洞 包括過去的這個有相關紀錄的人 他沒有建立一個資料庫 他可以在所有補習班去流竄 因為你沒有強制他一定要通報 我們現在聘任的時候 已經建立這個機制 要他拿出證明 如果拿不出證明也不能聘用 那他聘用的人 要不要報這個教育局 那個名冊說要定期報啊 然後報教育局說 一定要有那個刑事紀錄嗎 他要跟警察局去申請這個刑事紀錄 因為事實上警察 警政署遍布各地的那個派出所 他都可以查詢到 他有沒有這個犯罪紀錄 很快就可以查詢到 這是警政署跟我們一起溝通建立的共識 那他如果他不提供呢 不提供他不能聘用啊 這是規定在哪一條不能聘用 這是我們目前的行政規則啊 那通報就是說 他要這個報到教育局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個所謂的 沒有相關的刑事犯罪紀錄 不然的話那個補習班的那個 那個負責人要負責啊 這個還是不夠啦 對 所以這一次建立起更好 因為 行政規則還是不夠 他也許 他過去沒有記錄 但是他可能 犯下 之後 他可能犯下這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行為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隨時管理 就是那個 就職中也要管理啊 所以啦 所以 我覺得這個通報的系統 還是不夠完善啦 等等 以後 一定會有的 李王子 我一定會在哪一條 是 請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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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